有一個管理長 報告他的選民說 我換了新眼鏡 你換新內褲 要不要告訴我們 我要問這句話 這個東西我想也凸顯了 我覺得謝國良過去 在很多他們自己內部的一些包裝 裡面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雖然大家過去認為 他是一個公子戈兒的形象 但沒想到是不是一個所謂的 扶不起的阿斗 我講一個其實之前大家在談論 他要送狗狗 送這個電動機車 我還記得我跟他幕僚 那時候談過說 他們覺得這樣子就免費給 一定會被罵死 他們說他們想到一個好方法 叫年輕人去做善事 累積點數 然後或者是有這台車子之後 要他們去幫忙基隆市 看顧一些老人等等 他們很開心 覺得這樣是一個完美的案子 我就提醒他們說 你等著以後出事吧 如果有個年輕人 是因為為了這台機車 在路程過程當中摔車 斷手斷腳 我說你們有沒有做這種風險評估 他們突然說 對 這個要好好想一想 這就完全 基隆就是一個多三波的地方 你讓那些年輕人 就為了要你這個機車 你叫他去做這些事情 這種起薪 原來這個我們講的初始的方式 是錯誤的部分 我想是有很嚴重的問題 那當然回到這個連署罷免的部分 我還是要再提醒 我們的罷免分三個階段 在第二個階段 當然每個階段都要很謹慎去審視 但你這種故意過頭的這種我們覺得在做一些干擾 如果我們認為這個選舉都有一些秘密權的部分 你等於是把他這些資料透露給里長 透過給第三方 由他們去做這些資料 再去做一些查核 因為我支持什麼 要不要罷免什麼 那還是屬於我自己在隱私的部分 你怎麼可以做這些 我可以接受公家機關有一些核定 去增核的部分 但你不應該是透過我們剛剛講 行政體系在走 大家必須要知道現在基隆市的選委會的主委是誰 他是謝國良 基隆市的這個所謂的秘書長 簡單講這個大概各地選委會都有這樣 我想用個知道你在內政部長做 這個現在的各地區的選委會 基本上都是 所以之前有人在罵說 韓國瑜那個罷免一定是有人做票 我們就暈倒 韓國瑜被罷免的時候 韓國瑜的在主責選舉罷免的失誤的是韓國瑜 他自己的人事的那個人力 那不是一個所謂的從外部來 基隆市選舉委員會在韓國瑜的時候 都是韓國瑜指定的 基隆市政府的這選舉委員會 就是你謝國良指定的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基本上也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韓國瑜被罷免 竟然扣帽子說 這一定是國家的陰謀 到現在還有人認為 那個是一定後面有人做票 那現在同樣的概念來講 這代表這個執政的在在地的 這個區域的部分 他是有會用公權力去做這些干擾的 那我還是說他有個合於比例的原則 我們再說一次 不是你這個所謂通過第二階段 在過去的經驗就會罷免成功 如果今天有許多惡意的這些連署 經過合理的查詢 他一樣在第三階段還是會現行 如果真的都是一個錯假的一些資訊 這個我覺得我們對護政的體系 還是要相信我一直在覺得 我現在一直說要加研 然後甚至立法院通過 還要什麼樣這個所謂的 身份證的影印版本 我說不要那麼麻煩 臺灣的護政體系 真的非常好 你與其去加研這些連署的門檻 你還不如加錢給這些護政體系的人 因為我們所有的護政相關的核對 都是護政體系的人在走 我沒有記錯的話 一筆只有一兩塊 你還不如給他們一筆四塊 五塊 十塊 讓護政體系的人好好認真去協助做查詢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正面的方法